有關於那個入境航班那個採檢措施 航空公司聯席會這邊是建議取消 國內的疫情其實已經吃緊了 那可想而知其實整個社區醫療 這個量也非常吃緊 所以我們導致強力建議 把機場這些PCR採檢的量去支援社區 現在其實政府的規定又有一點改變 就是以篩代檢 是入境以後還有七天的隔離 所以我想這部分應該都非常的到位 那航空公司聯席會 我們是有關於外籍組員通關的問題 能夠鑑行有關單位 就是恢復外籍航空公司的正常通道 這是個措施 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 有向外籍航空公司組員收取任何費用 台灣是唯一 即使是中國大陸 其實也沒有在收取這項費用 而且這項費用已經收了快將近兩年多了 未來到了 我們應該是有保命的 我們應該應付一些 謝謝大家 其實很解釋